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重生八零,媳妇有点辣》 主要播音,速速青阳,军演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哦 感谢您的收听 第182集 从刘芬夺刀,到他持刀砍向下大军 都发生在极端的时间里 孙校长和孙夫人都没反应过来 面对着死神的逼劲 夏大军也只是下意识往后闪 他这一个动作救了他的性命 刘芬一刀砍在了他的肩膀前面 本来就被夏大军砌得手脚无力 这一刀不过是刚刚割破夏大军的棉袄 可能还砍到了里面的肉 夏大军感觉到了痛 刘芬疯了吗 夏大军害怕了 他一个大男人竟不敢去抢刘芬手里的财刀 只晓得拼命往后躲 刘芬又毫无章法地劈了几刀 都被夏大军躲过 孙夫人后知后觉反应过来 一把抱住刘芬 哎,大妹子啊,不知道 砍死他,不知道 冷静一点啊 想想你女儿,老孙人快点来帮忙啊 孙校长根本没见过这样的阵仗 手无腹肌之力的文化人 孙夫人牢牢把刘芬抱住 孙校长拿下她手里的菜刀时都在发抖 生怕刘芬杀红了眼睛 也给她这个多管闲事的中间人两刀咋办 幸好刘芬还知道 这是校长不能砍 孙校长拿下菜刀 手脚哆嗦 将刀拿到厨房藏好 有什么话好好说吗 夏大军都吓白了脸 他动了动胳膊 发现只是皮肉痛 应该是没有伤到骨头 你疯了 你这个女人疯了 夏大军捂着自己的肩膀 如果不是他往后偏了偏 刘芬第一刀肯定砍在他的脖子上 那么锋利的菜刀 砍在他脖子上 人还能活下来吗 意识到刘芬是真的想杀了他 夏大军不由害怕起来 被孙夫人抱着 刘芬默默流泪 我杀了夏大军 了不起赔一条命给他 可小兰就成了杀人犯的女儿 那该咋过呀 夏大军不想要这个疯婆子 到底还惦记着能考大学 能替夏家争光的亲生女儿 他捂着肩膀对孙校长说 小兆 这就是个疯婆子 小兰跟着疯婆子还考啥大学 哪天半夜 疯婆子就踢刀砍人 你看小兰能不能还给我养 孙校长能说啥 他想起刚才的一幕 还手脚冰凉 刘芬要是在他家里 把夏大军砍死 夏小兰还取得啥更好的成绩 不可能在县衣中继续上学不说 孙校长估计自己这个校长的位置 也做到头了 人要咋样才能活得长 要少管闲事 孙校长现在哪里还敢管闲事 母女俩相依为命 非得拆散了 让夏大军养 刘芬不砍死夏大军 万一跑来砍死他 这个多管闲事的校长咋办 孙校长无辜地要命 她是最想夏小兰能考上名牌大学的 就说奖学金的事 没有孙校长点头 夏小兰能被划到特登奖里去吗 可她把事情办砸了 孙校长现在无计可施 夏大军还逼她 孙校长对她由同情变成了讨厌 刘芬听到夏大军喋喋不休说 要养夏小兰就觉得特别可笑 你们老夏家 全部是丧了良心的 小兰躺在床上奄奄一息 我跪下来求你妈 把人送医院去 可只有她的大孙女 夏春花是值钱的 去京城上学 把全家人的钱都掏光 夏大军 我等着看老天爷报应 看你侄女 要咋孝顺你 夏春花又是哪个 孙校长听得一头雾水 不过孙校长听出点名堂 刘芬是恨夏大军恨得要命 刘芬都提刀砍人了 两人又咋会和好 孙校长不想着两人再闹下去 夏大军同志 你还是先去包扎下伤口吧 夏大军一只手捂着肩膀 血都从他手指缝里渗出来 他穿着的棉袄里面的棉花 发黄起团 也被血给染红 夏大军被孙校长一提醒 觉得肩膀好痛 他忽然想起来 谁说过 把人打伤了 是犯法呢 你犯法了 公安要抓你 公安把刘芬抓了 小兰不就是还给夏家了吗 刘芬被他说的也有点害怕 孙校长暗骂自己男人 招惹是非回家 又觉得夏大军看似忠厚老实 说话做事都很无赖 孙夫人又想起来 说夏小兰坏话的张翠和夏红霞 家里人人都针对夏小兰 怪不得夏小兰和他妈妈要离开了 两口子打架 公安才不会管 孙夫人让夏大军别吓唬人 要包扎伤口就赶紧去 夏大军这时候脑子真是难得精明 可他和我不是两口子 离婚了找别的男人 这种绿帽子 他夏大军才不会戴 啥忍辱负重 夏大军知道事情办不成了 就是不想让刘芬好过 刘芬要是不把小兰还给夏家 夏大军就去派出所告刘芬 让她去坐牢 就才遇到兵 有理说不清 孙校长管理教学工作有经验 夏大军这样蛮不讲理的 他一时真不知道咋办 孙校长家门被敲响了 就听着力度 敲门的人也带着火气 谁啊 孙夫人提高声音问 一个柔柔的声音答话 您好 我是夏小兰 我来找我妈 是小兰 孙校长无言面对夏小兰 刘芬却找到了主心骨 孙夫人把门打开 门外面围着一群人 陈庆在内的好几个三班男生 孙校长尴尬地要命 夏小兰扭头 对陈庆他们几个说道 谢谢你们的关心 这是我的家务事 大家相信我能处理好的 陈庆和几个男生都红了脸 小兰同学 说话 好温柔 小兰同学 也真可怜 夏小兰把几个热心的男学生劝走 自己走进了屋 孙校长 吴阿姨 能把刚才那把刀给我吗 孙校长听到刀就害怕 你想干啥 我说夏同学 做事不要冲动 孙校长害怕夏小兰和他妈妈一样烈性 提刀再给夏大军补砍一刀 那什么远大的前途就全完了 夏小兰很认真地看着孙校长 我还想考大学呢 不会杀人的 结果还是孙夫人把刀找出来给夏小兰的 刀锋上还带着血 夏小兰露出嫌弃的表情 但她仿佛一点都不害怕 提着菜刀在水龙头下仔仔细细清洗 她不是洗血迹 是洗刀把手 然后夏小兰用抹布垫着 把刀上的水擦干 又把刀还给了孙夫人 见她空着手走到客厅 所有人都松了口气 夏大军抱怨 你妈用刀砍我 我要去派出所告她 让她坐牢去 她试图在夏小兰脸上找到慌乱害怕 如果夏小兰求她不要去派出所报案 夏大军就开口题 让夏小兰搬回家的条件 搬回家了咋办 夏大军考虑不到 总之人先回家 其他事再慢慢办 谁知道夏小兰脸上 非但没有害怕的表情 还有一丝古怪的笑意 好啊 你去派出所报案 你知道派出所大门在哪里吗 要不要我送你去